10月19月10点 漫淘四公里之后 好 十五四百里进行 中间休息两个月 零下九度 哎 新生结束 差快 哎 哎 绑架漫淘四公里 呃 十五四百 组间休息 两分钟 都是在120到 117 1分20到1分17完成的 这个 速度提升 十公里提升 十周 现在进入第十周了 这周就是 今天周二跑一个这个 强度 之后就是调整了 慢跑一下 之后周日 蒙蒙跑一个十公里 这十周就结束了 天凉 这十公里我也不知道什么希望 这十公里我也不知道什么希望 就是跑一个 不算一直是得了 尽尽最大的努力去跑 之后就开启 哎 全马训练周期了 准备春天的 赛事 嗯 你看今天九度 我带着这个耳包 带着鸭身帽 上衣就穿了这个 厚一点的 厚一点的这种 护肝的这个 衣服 里边穿了一个薄一点的 厚一点的 下边穿了 防风的裤子 我那防风的裤子里边带头抓容 就单穿上下边穿 零下九度 二级风 如果跑起来的话 跑起来的话 质感得加上十度 这么就得是零上一度了嘛 所以我就按零上 一度穿的衣服 如果穿四级以上大风 尤其冬天刮那个四级以上大风 你就变加十度了 加十度没有用 因为这个风太厉 冬天不论多么冷 一跑起来都会发热 但一挂风就完了 一挂风你怎么跑你也不会热 所以冬天穿衣服一定要看到这个风 风是很关键的 这个三层穿衣法 我最冷的时候三十多度 我也跑 因为这个地就是 这是我跑步的地 你看我二零一二二二二二三 二零四 这是我跑步的第四个冬天了 零下三十多度的天 我都跑过 因为冬天我也不停 我也不停啊 这个三层穿衣法好使 你就最里头肯定是倒汗的那个素杆层 中间是这个抓容的保暖层 对外边是防风虫 你就根据温度 穿就行 薄厚的 如果风力小的话就按 体感温度加上体感温度加上十度 把你来回去了就这么穿 一点问题没有 我我我 这东北的天 南江的天最冷啊 二零下三来路都过来了 干吧 错不了春天都会疲惫 实在实在是 没有这个决心 其实跑步机也行 就是别停一停就完了 来